我爹想着40岁抱孙子 让我娶了一个女总裁 总裁一米六八 从来不回家 结婚快半年了 我连她啥样都不记得 但总裁钱多 每月准时准点给我一百万的生活费 我快要笑死了 老婆不回家 还有大把的钱花 这样的人生不要太美好 和兄弟嗨到凌晨三点 我最熏熏的回到家 一开灯 居然看到一个陌生女人坐在我的床上 还十分不悦的对我说 你终于回来了 我吓了一跳 立马锁上了房门准备报警 门后边 女人嗓音低沉地说 纪伯达 你不会不记得我是谁吧 酒精上头的我才不管她在说什么 一边手忙脚乱地掏电话 一边冲她喊 我管你是谁 你完蛋了 私闯明宅 你压得等着坐牢吧 纪伯达 我是你老婆 嗯 老婆 脑神经冲过酒精的束缚 开了个小会 而我终于想起来了 对啊 我还有个老婆呀 我不在家的日子 你过得很潇洒吗 柳如烟穿着深色的丝质睡裙 坐在床上 两条白皙修长的腿叠放着 裙摆下一双白金的脚 看到我有点心痒痒 没有 没有 我就今天去和兄弟们浅聚了一下 然后就只妖巧地被我撞见了 是的 你要相信我 你不在的日子 我都在很认真的独守空房 才怪 是吗 柳如烟用修长的手指推了推眼镜 嘴角忽然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这段时间可真是委屈父君了 那我不如从明天起回来住吧 什么 不用不用的 我慌了 连忙摆手拒绝 柳如烟皱起眉头 蜜卓妍有些威胁意味地问我 怎么 你不想我回来 当然 不是 我尴尬地笑了笑 这不是 家里离公司太远 我担心你来回奔波太过劳累吗 那既然如此 你明天就收拾收拾 搬来和我一起住吧 这37度的嘴里 怎么能说出这么令人几倍发凉的话呀 我美好的婚后生活 居然就这么短暂地结束了 柳如烟坚决要求我搬去和她同住 我不好喝她正面缸 只能暂时默认了这事 我洗漱过后 柳如烟居然还没睡 竟还拍了拍床 示意我上来睡 我尴尬地笑笑 小步挪到床边 万般不情愿地躺在了她的身边 她将灯熄了 随后翻身伸手将我搂进怀里 属于她的陌生气息瞬间将我包围 我整个人都僵硬了 倒也不是没和她同床共挣活 只是新婚那天她喝得太醉 等我醒来她又已经走了 所以这算我俩第一次清醒地躺在一张床上 柳如烟紧贴着我 脸轻轻蹭着我的头 温柔似水地在我耳边说 对不起 这段时间忽略你了 我一动也不敢动 内心悲伤地咆哮着 没有关系啊 请继续忽略我吧 我真的没有关系啊 犹豫再三 我决定还是和她真诚地谈一谈 于是拉了拉她的手臂说 其实我明白 咱俩结婚是因为商业合作 并非有感情 我一点也不介意你不回家的 你放心我很大度的 你去外面做什么我都不会干涉的 所以 你不回来也没关系 我觉得之前咱们那样也挺好的 你说呢 柳如烟没有回我 耳边是她平稳而深沉的呼吸声 在确定她是睡着了之后 我默黑找到手机 准备去和兄弟讨论一下 如何保持我的婚后自由 没想到她将我抱得那么严实 让我怎么都挣不开她的怀抱 大概是我动作太大 她似乎醒了 迷迷糊糊地将我搂了更深 声音有些含糊不清地对我说 乖 别动 我明天还要早起开会 这慵懒迷人的嗓音 好听死了 舒服死了 我人都差点没了 再看时间 已是凌晨四点多了 得 我也别折腾了 还是先睡吧 我原本是准备醒来 和她好好谈一谈的 奈何睡得太死 柳如烟什么时候走的 我都不知道 我是被敲门声吵醒的 打开门 外面站着一个 干净利落的职业女性 她收起手机 面无表情地向我介绍来意 既先生您好 我是刘总的秘书 她派我来将您的东西 打包带走 等等 这是我怎么不知道 具体的还请您 亲自致电刘总呢 干活 随着她的一声令下 工人一个接一个的涌进房中 将我屋里的东西 一件件搬走 我气急了 气柳如烟的擅作决定 更气眼前人 不经我同意就动我的东西 我一屁股坐在了行李箱上 冲他们大喊 都给我放下 想帮我东西 先把我搬走 秘书小姐歪着头看了我一眼 眼里似乎有些疑惑 随后她对工人们说 把她搬走 我去 你这个小可爱 我穿着一身睡衣 坐在我的行李箱上 随着搬家公司 被搬进了柳如烟的房子 柳如烟回来时 见我这样吓了一跳 我笑着捋了捋自己凌乱的头发 右手按着柳如烟的肩 将她压在墙上 强忍着怒火说 我说 咱们也不是在演霸道总裁剧对吧 你这个做事情前呀 是不是得问问我的意见呀 柳如烟假装无辜地问我 我想和我老公一起住 难道这是 谁会有意见吗 不是 你这话说的 你有意见吗 你这 是吧 大家都没有意见的 柳如烟身子一歪 轻松躲开了我的追责 无耻 极其无耻 不同于我的咬牙切齿 柳如烟显得心情极好 她将外套脱下 我抬眼猝不及防地 看见她的纤细的腰肢 以及被修身 衬裙包裹的娇好身躯 惊得呛了口水 这身材 太顶了吧 柳如烟听见我被呛到的咳嗽声 转头问我怎么了 我赶紧将视线从她的腰上挪开 慌张地用手挡住滚烫的脸 找了个离自己最近的卫生间 准备躲进去 这身材配正装 再加上柳如烟那张清冷的 仿佛不染俗成的脸 禁欲感拉得满满的 我不能再看了 再看人性都得没了 可下一秒 柳如烟竟然露出祸人的笑 随手解开两颗衬衣扣子 两大步上前 拦住了我的去路 我太害怕了 这不是我一个不惊人式的小少年 不 是小人夫可以应对的场面 我像个安纯似的 缩在她落下的阴影里 双臂护在胸前 强忍着紧张问她 你想干什么 她仰头靠近我 脖梗处传来的清新的气息 直往我鼻腔里钻 无形的压迫感 让我不由地紧闭双眼 你说 我想干什么呢 哎呀 我惊呼一声 伸手推开她 飞快地逃进了卫生间 开门的那一瞬间 我听到柳如烟 似乎有些无奈地轻笑了一声 呵 小朋友 哇去 我小朋友 要不要这么瞧不起人 我把这事和我的小兄弟10号讲了 结果被她好一顿嘲笑 当即决定今晚要带我去见见世面 我很兴奋地同意了 打字的手激动得都快要把屏幕戳穿 夜深 我趁着柳如烟熟睡 轻轻推开她的手臂 摸着黑换了衣服 拎着鞋准备赴约 然而就在我准备开门的那一瞬间 客厅的灯亮了 我仿佛一个被房主人当场捉住的小偷 慌张且尴尬地僵在了原地 去 那柳如烟一字一顿 语气十分不妙 那个 我说我去倒垃圾 你信吗 穿成 这样 去倒垃圾 柳如烟上下扫视了我一圈 最后视线落在我精心收拾过的脸上 我有些心虚 眼神闪烁 可却看见柳如烟眼里莫名深沉的目光 嗯 她的表情怎么好像有点不对劲 但这只是转瞬即过的画面 下一秒 柳如烟转身走进房里 留下了一句有些暧昧不清的话 进来 睡觉 这 大半夜的孤男寡女 说这话 怪让人多想的 但事实证明 确实只是我多想了 柳如烟说的睡觉就是单纯的睡觉 她甚至没有再抱我 我估计她是有点生我气了 我把这事说给十号听 她很惊讶地回了一句 哎呀 你老婆是不是对你没想法呀 十号这么一说 我也有点怀疑 她是不是对我真的一点想法都没有 我突然恶作剧星期想试试她 可转念一想 她就算有想法我也没什么想法呀 算了算了 还是作罢 十号知道了 又把我损了一通 你老婆那么没你居然能忍得住 纪博答 你是真行呀 我被戳穿有点恼羞成怒 于是将手机关了机 大晚上的 说什么行不行 柳如烟又是一大清早就走了 走前她似乎亲了亲我的脸 因为她温柔地唇印在我脸上的感觉太真实 不像是梦 醒来后 秘书小姐正坐在客厅办公 我很疑惑地问她 你为什么在这 秘书小姐冲我端出了职业假校 刘总只让我来 具体的还请您亲自致电刘总 我洗漱完准备出门 秘书小姐也收起了笔记本 跟在了我身后 我问她 你要走了吗 她说 您是要走吗 我走和你走 之间有什么必然关系吗 您决定走不走 我才能决定走不走 行 我明白了 这秘书小姐就是来监视我的 于是我亲自致电刘总了 柳如烟 你搞什么 居然派人来监视我 柳如烟在那边忙得起飞 但还不忘搪塞我 不是监视 是陪伴 我谢谢你啊 我是没朋友吗 需要你派人来陪伴我 你现在让她回去 柳如烟应该是听出了我话里的怒意 她顿了一下 随后说 好的 我知道了 很快秘书小姐接到了来自柳如烟的电话 她应了两声后 柳如烟说她是特意来陪我的 我恩恩的狂点头 半个不字都不敢说 那边10号给我发消息 我听说最近柳氏集团业务可多了 她居然在这个时候放下一切来陪你 可见对你用情至深呀 我欲哭无泪 躲在商场的卫生间看她发给我的病胶纹 想向柳如烟掐着我脖子 对我说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 害怕的直打抖 我给老爹打了通电话 爸 我想离婚行吗 老爹在电话那头跟人谈生意 听我没头没脑的来了这么一句 压着嗓子对我说 你别逼我删你行吗 我心领神会 立马换了副嘴脸 父亲大人您辛苦了 父亲大人再见 退无可退 只能面对 我从卫生间走出来 看见柳如烟正靠着护栏 看一楼小广场小朋友们跳舞 她笑得很温柔 眉眼嘴角弯弯 眼中流波微荡 一片和须开朗 我想起与她出见 两人都不太熟悉 隔着老远也不说话 婚礼上我们各自带着假笑面对宾客 看似天造地设恩爱有加 可实际连对方脸都没怎么记住 但就算如此 她也会贴心地替我整理一脚 替我打好领带 为衣着单薄的我披一件外套 这样一个算得上细心温暖的人 真会是那么可怕的人吗 你想什么呢 柳如烟走来 手指戳了戳我的脸 我在想 你会揍我吗 你抽什么疯 柳如烟白了我一眼 但下一秒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冷冷笑着说 也不一定 靠 我威 十号说 对于病焦千万不能捂腻 不然不是她死 就是你亡 但想要脱离病焦 最好就是让她对你没有任何兴趣 于是我连夜翻出柳如烟的采访视频 将她的理想型完全反着来 她喜欢聪明的 我就整天装吃装傻 她喜欢开朗活泼的 我就整天背春上秋 她喜欢善良的 我就整天一副恶人嘴脸 将自己打造成小说电视剧里的恶毒反派 我想 柳如烟一定很快就会厌恶我的 我马上就要回到有钱美老婆的独居生活了 想想都幸福 想想都美妙 但我没想到 在我这么一番骚操做下来 柳如烟不仅没有厌烦我 反而花更多的时间陪着我 还总是抱着我说 对不起 是我没有照顾好你 我妈了 柳如烟她到底怎样才能放过我呀 就在我认命的决定去学做人老公时 转机出现了 柳如烟去国外出差 可就在第二天 她和一性感帅哥酒店共度一夜的新闻 霸占了所有新闻头条 父母亲戚朋友关心的消息 如雪花一般向我飞来 而我在家看着新闻照片里 那个性感的长腿帅哥 兴奋的上蹿下跳高声欢呼 我立马打给律师 咨询离婚的事情 律师有点小尴尬的提醒我 季先生 要不先等您笑完 我们再继续咨询 我有些抱歉 但还是止不住笑意 律师也是见惯了大场面的人 很贴心的说 没关系 晚些时候我会把您想知道 所有信息发您手机上的 谢谢 谢谢 哈哈谢谢谢谢 如果要说有什么是比老婆给钱不回家 更令人兴奋的 那一定是老婆给钱不回家 最后还是离婚的过错方 我立马给10号打了通电话 兄弟 今晚出来嗨啊 庆祝我终于要恢复自由了 你是真的开心还是在伪装自己啊 10号居然向我发起了疑问 当然是真的开心呀 我马上就要自由了 这次说不定能和柳如烟离婚 再不进 也能拿这件事做借口 让她再也不能靠近我 哈哈哈哈 我的笑声 停在柳如烟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 柳如烟回来了 我先不和你说了 我赶紧挂了电话 她表情不太对劲 通红的双眼里 竟是因为疲惫而产生的血丝 此时她正不可置信看着我 见我靠近 她甚至后退了两步 我问你 你刚才说的那些 是真心话吗 柳如烟一副几乎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瞬间让我乱了方寸不知所措 你怎么了 你不要打岔 柳如烟一声大吼 一直含在眼里的泪水 也随着她的动作落了下来 我问你 你刚说的那些 是真的 还是假的 我被吓了一跳 沉默着不知该如何作答 柳如烟望着我 眼里的失望越来越多 最后 她不再等我的回答 转身大步离开了家 只留一声关门的巨响 我猛了 呆呆地坐在地上 脑子里一团乱麻 十号给我打来电话 问我情况 我说 不知道 她哭了 哭着问我那些是不是真心话 我不知道 好奇怪 她为什么会这样 十号叹了口气 她八成是真的爱上你了 那她还和帅哥在酒店过夜 纪博打你是不是傻 她会在第一时间赶回家里找你 就意味着那一定是个误会啊 可她为什么要爱我呀 你这问题 留着神仙来回答吧 很多问题堆在我脑子里 只有一件事有个确切的答案 柳如烟不是病骄 她刚才那么生气那么委屈 都没有对我做任何极端的事 可这个答案 好像已经没有意义了 柳如烟不接我电话 也不回家 我爹妈和她爹妈来回劝都没用 她妈和我说 没办法 从小就这句脾气 我爹头痛 给我来了通电话 你自己气跑的人自己去哄回来 哄不好你也收拾包袱给我滚蛋 哦对了那个新闻事件 性感帅哥是休假时 被紧急抓来干活的工作人员 当天集团宣发布就公布了一张集体工作照 一记击穿假新闻 所以现在过错方 只有我一个人 苍天呐 要不要这么玩我 柳如烟是铁了心不想见我 为了拦我 她甚至让公司每个保安都记住了我的脸 我现在的处境 真是极其尤其无比的 艰难 无奈之下 我想到了一人 她一定有办法帮我见到柳如烟 离柳如烟最近的秘书小姐 沈希 柳氏集团楼下 保安和沈希打了个招呼 沈姐 今天带老爸来上班了呀 而此时沈希身边 只站着乔装打扮过后的我 我震惊地望向沈希 她用手压住我的白花的假发 笑着回应保安 对啊 带我爸来公司看看 就在我以为将要蒙混过关时 柳如烟非一般地从我身边路过 对着保安与沈希说 特殊时期 无关人员一律不许进 沈希献你三分钟内将咖啡买来放我桌上 否则明天不用来了 下一秒 柳如烟走进了电梯 沈希冲向了咖啡店 而我 被眼尖的保安拦到了门外 柳如烟 算你狠 当天中午 沈希再次给我发来的情报 下午四点柳如烟将会前往顾公馆见客户 顾公馆没有预约是不会让人进入的 我找朋友帮了忙 帮我订了柳如烟隔壁的包厢 可等到下午六点 都不见柳如烟的身影 我给沈希发去消息问 沈希却回说 他们去了呀 刚还有人和我说谈完了正准备回来呢 我大惊 连忙跑出去 却只从窗户看见柳如烟开走的车 我不想再加班了呀 另一边 老爹的消息如夺命魂锁一样闪出 周六你爷爷大手 带着千千一起来吃饭 不要告诉我 你俩还没和好 短短几个字 看得我触目惊心 赶紧回复 和好了和好了 爷爷大手我们一定去 带放下手机 已是一身冷汗 红好柳如烟 破在眉睫了 我让沈希给我发来柳如烟最近住的酒店信息 他很快回复了 同时还有一句话 先生 我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给你传递情报 你要争气要努力呀先生 他的期望太重 让我压力颇大 但又不想让他失望 于是回复 我会尽我全力的 晚上七点 沈希告知我柳如烟已经离开公司 我也从故公馆出发前往酒店 但这个点的城市 简直不是一般的堵 就在这时 沈希再次发来消息 先生 刘总临时要去出差 现在已经转到去机场了 您要不先回去 等刘总回来了再找他吧 我心中一惊 连忙问他 他什么时候回来 沈希回复 18号来不及了 18号就是周六 等他回来根本来不及 我没有太多犹豫 拉开车门向着机场方向跑去 但我跑了大概不到100米就停下了 开玩笑呢 就靠两条腿跑着去 跑到天亮都不见得能到机场 所以当我看见共享单车后 果断掏出手机扫上骑走 等出了拥堵路段 再打了辆出租车 紧赶慢赶 可算是赶上了 柳如烟坐在等候时 带着耳机在和人打视频电话 他身边人示意我等一下 我点了点头 转身扶着强大喘气 忽然身后有一双手 轻柔地拍着我背替我顺起 我惊住了 回头望着柳如烟 他已经挂了电话摘了耳机 此时正皱着眉头看我 只是虽然他在皱眉 望着我的眼神却是温柔 你跑这么快做什么 他问 我怕你走了 我赶不上和你说句话 还 还好 我赶上了 柳如烟似是有些无可奈何 他拿了一瓶水拧开盖子递给我说 飞机早就飞走了 我这才发现 诺大的后车厅只剩他与另一人 那你怎么 你在等我吗 他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沈熙给我打电话了 我一时语色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柳如烟便问我 你来不是有话想对我说吗 我想和你道歉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会担心我误会 我不该那么高兴和你离婚 看到你那样 我很内疚 是真心的吗 还是 你只是想我周六 我能和你一起出席爷爷的寿宴 原来他已经知道寿宴的事了 但是 是真心的 与寿宴无关 是我发自内心的想和你道歉 对不起 我从来没真正去了解过你的想法 误会了你的用心 也曲解了你的用意 灵你 伤心了 确实挺伤心的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回来想当面和你解释 没想到 你那么开心的想要和我离婚 哎呀 这个 尴尬的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吗 纪博达 我们自结婚以来 好像都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 嗯 确实 那今晚 不如回家好好聊一聊吧 你不用出差了吗 已经派别人替我去了 我和柳如烟一人一杯酒 穿着睡衣慵懒地坐在阳台上 夜晚的微风吹拂 聊起他额前的碎法 我看见一双灿若星辰的眼 今夜的柳如烟 是我从未见过的模样 从容 随性 放松 惬意 他抿了一口酒 望着我说 说真的 第一次见你 不太喜欢 我也不恼怒 笑着反击 真巧 我也不喜欢你 那么高冷 真以为自己在演八道总裁剧呢 你还不是一样 一身五颜六色 像之 紧机 那叫时尚 你才紧机 我和柳如烟笑作一团 我们都不想被家庭摆布婚姻 于是初见时都拼命表现出令人讨厌的模样 只不过 什么都没能改变 柳如烟继续说 刚结婚那阵子我特别抗拒见你 所以我一直借口忙不回家 但又感觉对你有亏 所以只能给你打钱 亏就什么呀 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老婆给钱还不回家 那么大的屋子 都是我一个人的 我想怎么睡就怎么睡 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 简直不要太爽 真的吗 柳如烟抱着膝盖 歪着脑袋看我 脸颊红红的 可爱的像个小朋友 当然是真的 我不知道多自由 你妈妈骗我 你妈妈骗我 她和我说 你看似开朗实际很敏感 特别易碎了 而且内心特别害怕孤独 把你一个人放着 你会很难过很难过的 我妈为了让你回家 这么假的话都说了吗 我喝了口酒 掩饰了一下自己的尴尬 可你不也发了那样的好友圈吗 说什么 孤单的夜 寂寞的后续内容 微信胡八百分号是新 悲伤的我 扑 我一口酒喷了出来 那是十号喝多了 拿错手机发的 我不是秒杀了吗 居然被你看到了 那不是你发的呀 我愧疚了好酒 以为我真的让你那么难过了 喝醉酒的柳如烟 和平时完全不一样 整个人都软绵绵的 像只小羔羊 其实现在知道真相也不晚 我们还可以像以前 不行 柳如烟忽然站起来 弯腰靠近我 明亮的眼中写满了真诚 一下击中了我的内心 季博达 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丈夫了 我有责任陪伴你 照顾你 我说不出话来了 只觉得内心开始波涛汹涌 一股股温暖的激流 拍打着我心头的暗 但心还未完全沦陷 还有一丝理智 可我们的婚姻 只是一场交易 没有感情 你说不定以后会遇见喜欢的人 谁说我对你没有感情的 他打断我的话 眼眸愈发变得深沉 直勾勾的仿佛要望到我的灵魂 我的心跳动得更加剧烈了 而他还在继续 往我炙热的心头添柴家伙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对你有不一样的感觉 也许是婚礼上 看见你穿着西装 躲在角落偷睡的时候 也许是你悄悄地 给我饼干掩护我偷吃的时候 也许是和你一起 并肩应对外人的时候 也或许是收到你偶尔 却真诚地关心的时候 你好像变得有点可爱了 我呆呆地坐着 整个人都傻了 纪伯达 我对你有喜欢 我相信那些喜欢 会随着时间成为爱 你呢 喜欢我吗 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柳如烟 我只知道 在这一刻 我好像开始对这段婚姻有了期待 我或许 是可以期待幸福的 我不知道 我现在都是个狠行的行动派 柳如烟愣了一秒 但很快她便反应过来 双手温柔地俯上我的腰背 将这个吻变得更深更沉 缠绵许久过后 柳如烟松开我 眼中是浓烈的情欲 她望着我的眼 深情地对我说 纪伯达 今晚我要成为你真正的妻子 好 我浅浅一笑 展开双臂将她轻松横抱起 向着卧室走去 今夜 注定无眠 周六 爷爷的寿宴热闹非凡 一身雍容华贵的母亲大人 端着一杯酒走过来 用手肘戳了戳我的腰 最近好像和儿媳妇关系不错嘛 我浅抿了一口酒 笑而不语 呦呦呦 还害羞上了 行了 您别开我玩笑了 这么多人 怪不好意思的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可跟你说了 这儿媳妇可是我和你爸 金票细选给你找出来的 你可得好好珍惜 是从各司财务报告里 金票细选出来的吗 我话里还是忍不住加了点次 你这孩子 妈妈敲了一下我的头 什么财务报告 是人品德行 他们送家是祖传的情种 个个都是有深情专一的好女人 其他的 有钱有什么用 咱们家差钱吗 我和你爸是想给你找一个温柔贴心的女人 好让他能陪你一辈子 我今天才知道 父母竟是这般的用心 你啊 以后自己当父亲了 就知道父母心了 母亲大人摇着头走开了 柳如烟走过来 搂着我要温柔的问我 妈和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 自己挺幸福的 柳如烟靠在我的怀中 将我抱得更紧了 10号给我发来信息问我 采访一下季先生 对于老婆天天回家 有何感想 我笑意满满 回复他 感觉还不错